双溪区平邻里开办银法共餐已经数多年 每个月一次共餐都采用版斗的方式 志工们各个拿出看家本领把长辈都喂饱饱 为了让共餐环境更完善 11月01期协助更新空调设备还有卡拉OK按摩衣等设施 这次更协助添购全新的红碗机 让长辈的用餐品质更提升 共餐已经办了好多年了 人数也都非常踊跃 所以每次洗碗的话 碗筷要清洗的话 志工都洗得真的很辛苦 因为之前最多将近半18桌到20桌 现在虽然人数少一点 还是都有10桌以上 所以我向那个议员反应 争取说能够有一个红碗机的话 一定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边厨房的话 起码平常也看到老鼠 也有看到什么蟑螂 都卫生不太好 所以那个洗碗非常辛苦的工作 他们在偏向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一些餐碗会有一些老鼠跟蟑螂 所以里长比较担心他们在食用上会比较 没有那么卫生 所以也跟一起争取了 那200人份的一个烘碗机 那一起也在今年度也申请了经费来配合 那今天已经安装完成了 当里里长表示 因为银法共餐人数相当踊跃 每次都大概10桌左右 餐后志工们也得协助餐具清洗 将近百人的餐碗 洗完一个月后 要使用之前还得再清洗一次 相当辛苦 这次感谢市员李一琦 协助添购200人份的红碗机 让餐碗洗咬后 可以高温杀菌 也不易滋生蚊虫 我们平林里所办的共餐 那非常的成功 所以平林活动中心所使用率非常的高 那一起在这几年 然后针对了很多的一些设备的配合 包括了冷气的设备 还有按摩椅 让一些长者能够来舒展筋骨 然后以及共餐的时候 有更舒服的一个环境 所以也提供了一些卡拉OK 我们这些志工 目前这样子洗完的话 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洗衣机的话 它那个是高温杀菌的 不用说它每次到要用的时候 都重新还要再洗一遍 非常辛苦 因为那个碗筷什么的一大堆 真的是很辛苦 越林琪表示 平林里银法共餐办理多年 看到每个月都有不少长辈 齐聚一堂 也看得出里长和志工们的用心良苦 因此也逐年协助改善银法俱乐部的设备 像是空调 卡拉OK 还有按摩椅等设施 近期则新增一台全新红碗机 来减轻志工们的负担 希望平林里的共餐办得快乐长久 借成为双溪采访报道